万物有始有终 永生貌似成为了一种 渴望而不可及的追求 就连能量巨大的太阳 在51年以后 也会消耗殆尽 走向生命的终点 但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地球在运转了几十亿年以后 还真就孕育出了 一种能够永生的动物 永生它还不算 它甚至还能够烦恼还童 让生命重新再来一遍 这个越听越邪乎的不死之声 就是生活在热带海域的灯塔水母了 说到返老还童 我们很多人会想到 金庸笔下的天三同老 天三同老六岁开始练功 每三十年返老还童 一次看上去呢 永远都是六岁小姑娘的样子 灯塔水母可以称得上 是海洋当中的天三同老了 由于独特的繁殖方式 灯塔水母能够从成熟阶段 直接就恢复到幼体阶段 这种独特功力 让灯塔水母成为了地球上 唯一一种可以进行逆转化的生物 怎么样 这特异功能够牛吧 其实灯塔水母看上去平平无奇 它的直径只有4到5毫米 是一种小型水母 身体呈中型 外型与其他水母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灯塔水母全身透明 只有一个红色部位是它的消化系统 它的胃像红色灯泡一般的鲜艳 所以灯塔水母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灯塔水母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 以浮游生物为食 在20摄氏度的水温中 达到性成数只需要30天 我们都知道生物进行繁殖有两种方式 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有性繁殖是通过两性生殖细胞结合进行繁殖 三界大部分的繁殖方式都是有性繁殖 而无性繁殖是由母体直接产生新的个体的生殖方式 无性繁殖虽占少数但是也很常见 无性擦柳柳层因其实就是典型的无性繁殖的现象 灯塔水母的原始形态为水溪体 可进行无性繁殖 性成熟之后的水母体可以进行有性繁殖 一般情况下 灯塔水母是通过有性繁殖来繁衍后代的 有性繁殖之后灯塔水母就会死亡了 但是在1996年的一次试验 让人们十分的意外 意大利研究者皮拉伊诺等人对4000只灯塔水母 进行了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转化诱导实验 不同发育阶段的灯塔水母 均出现了水母型转化为水溪型的现象 灯塔水母能够再次回到水溪型的现象 被称作为分化转移 如果它在性成熟之后无限次的进行分化转移 岂不就能够像天山同老一样 烦恼还童拥抱青春了吗 哎呀这个研究的结果一出啊 引起了一片哗然 媒体开始疯传 灯塔水母解开了烦恼还童的密码 其实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出发 灯塔水母真的可以烦恼还童吗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 水溪型和水母型呢 只是灯塔水母的不同形态 并不能判断其幼年和成年的区别啦 就好比说有一个人 他有胖的时候也有瘦的时候 但并不能代表他胖的时候 就是幼年或者是成年嘛 其次烦恼还童应该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状态 人家天山同老 可是每30年就能够返回一次6岁啊 但皮拉易诺的实验当中呢 灯塔水母只实现了一次分化转移 能否永无止境的循环这个过程 还是不能盲目的下定论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验当中 能肯定的结论是 灯塔水母在环境变化时 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能够从有性繁殖切换到无性繁殖的状态 但说它能够返老还童 多少就有点炒作的意思了 直到现在类似灯塔水母 能够返老还童的文章呢 还是大量的出现啊 我们可要当个严谨的科学迷 千万不要上了科学漏洞的当哦 本期课程的网站